下一位要分享的講者他叫做德俊 他又藉由他作為植物的醫生來如何去改變去看待饑荒的事情 那我們等一下藉由九分鐘來瞭解對植物醫療跟饑荒這三個關鍵字的瞭解 讓我們鼓勵 歡迎他 好 大家好 我是侯德俊 然後今天要介紹兩個東西 一個是我將來就是想走路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植物醫學 植物醫生 然後接下來就是饑荒 就是我最近覺得世界上實在有太多人餓肚子 但是同時也是有太多人營養過剩 我覺得這個狀況很奇怪 所以我想說可以就是做我想做的事 然後去改變這件事 好 接下來我就先介紹我現在讀的科系 就是我現在讀台大植物病理維生物學系 好 就是來宣傳一下我們這個小系 好 植物病理就是像人一樣 不是 就是跟人生病一樣 植物一次會生病 被受到一些感染什麼的 那就造成這些病 病害的原因就是維生物 然後我們主要是研究四大病原維生物 分別是增菌 細菌 病毒 腺蟲 然後研究這些東西是為了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其實走實用 應用路線的話就是提升農作物的產量 就是控制這些病害 然後可以使台灣的農作物的產量會比較好 然後在國際上也會比較有競爭力 那另外一個我沒有寫 但我也想提到的一點就是 就是說現在台灣農藥就是使用的狀況在國際上其實算超出標準蠻多的 然後這可能是因為農藥商是比較有錢的 然後他們可能會推廣自己的農藥 然後可能會送一些錢給下游的廠商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廠商就會去推 不管什麼藥 他其實不懂什麼作用 他也會去推 反正一次用很多農藥 多多少少也是可以控制這種病害 但是這對消費者其實這是不公平的 因為沒有人想要吃有多的東西 也沒有人想要拿自己健康開玩笑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我們也研究這個東西 然後可以幫大家做的事 然後再來 對 我就接下來介紹植物醫學或是植物醫師是什麼東西 然後 對 這個東西 好 我們知道人嘛 人就是人的醫生 然後或是動物的獸醫 那這兩個就是人的醫生 大家都知道是把人就是回復到一個健康的狀況 那獸醫也是把寵物回復到一個健康的狀況 那這些都是針對單一個個體來說 但植物醫生其實有一點差異 就是他管理單位可能就是一個田 一座對一座果園一個田這樣子 他注重的是整體整體的那個一個土地一個產量 然後他是在控制一個產量 所以說有時候為了為了整體的話 他也會犧牲某些特別的個體這樣 就是感病的個體 然後來做為防治 然後要做的是植物醫生就是 要給予作物一個很適合他生長的環境 然後讓他可以長得很好 收貨量很多 那他就是要控制各種因此造成的產量損失 例如說病害就是剛剛講到的病原造成 然後蟲害最有名的可能就是蝗蟲 那種就是大陸很嚴重的蟲害 然後草害就是雜草 然後另外環境因此就是氣候啦 或是土壤 肥利的那種 然後我的目的就是把農作物的產量可以提升 對 然後接下來我就是要提到我的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他我最近就想說他可以 是不是可以解決糧食的問題呢 然後我想講一下 我想講到一個為什麼我會想到要解決糧食問題 這就是我在上學期修的課 把一個叫植物病理學的課 然後有講到一個有關殖病的歷史 就是愛爾蘭大饑荒發生在19世紀的時候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旁邊這張圖 好他叫大饑荒 就是說他造成很多人死亡 然後死亡數目其實是有上百萬的 然後這些紅色的區域就是當地人口減少30%以上的區域 然後我接下來就是想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我們針對一個病原 我們想了解什麼特性 然後藉此來防治他 然後這個病原就是馬鈴薯萬一病 愛爾蘭當地的主持是馬鈴薯 然後他們馬鈴薯就得到這種病 然後我們要注重的點就是病原 病原就不講了 反正就是個學名 然後病針就是看一下 他會得到這種病的馬鈴薯的葉子 會變成這種狀況 他本來是小小的黑斑 然後漸漸擴大就會變成這種狀況 然後就是整個葉子是黑色的 然後膠窟的狀況 然後上面其實有一點點白色的 那個是這種病原的生殖構造 然後接下來是馬鈴薯的部分 就是他的馬鈴薯的那個十塊金 然後他會核化 然後最後會倒整個全部都黑掉 其實就是不能實用 然後這個發病生態就是很濕冷的地方 也就是在愛爾蘭是溫帶海洋型氣候 所以說這種病的話 其實是非常適合在那裡發展 那防治的方法 就是我們要做的事 那就是有下面這些 房間醫、無病中枢 或是水分管理或是藥機防治這些 就不細講了 然後好 對,然後這是重點 重點他會造成百分之百損失 就是這個東西其實要預防勝於治療 我們要噴藥的話是分保護性藥劑 然後他如果就是感染的話 就像愛爾蘭他是把前一年的馬鈴薯 就是藏在地下 然後隔年再繼續播種 這樣繼續拿快筋之間 營養繁殖 那這個狀況就會造成他的 就是整個儲藏的時候馬鈴薯也是 全部都會就是損失掉 好 那接下來就講一下 就講一下西方的問題 就是我想啊 先看 這個可能是大家普遍對於外國 外國人的一個 就是有些外國人 有些胖的外國人 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 第三世界就是比較飢餓一些的國家 他 大家對他的印象也是很清晰 就是長這樣子 就是 面黃激素啊 沒有什麼營養 這個東西啊 這個東西啊 其實我們都已經有非常清楚的意識到 這事情就是在這樣發生的 但為什麼這件事還 就是要讓他繼續發生 因為這其實非常的不合理 因為 可以跟他左邊這個明顯就是因為 就是營養過剩 造成肥胖 那為什麼他不能吃少一點 就是讓他食物去餵給飢餓的人 這樣才會是公平的 因為每個人都有肥胖對他也沒有好處 但是對飢餓的人 會有不可活的存在 所以我覺得這有糧食分配不均的問題 那我覺得 他會糧食分配不均 也就是因為高手 第一世界國家 他的所得是比較高的 那食品 食品 不是說種出來就能吃的 他是要經過一些加工廠 來加工 然後再賣回去給消費者 所以其實他們 第三世界國家 他有種植物 但是他也是買不起自己的食物 所以說 我覺得他們自己 就是應該要做到自己自足這件事 那我覺得植物育學士是可以幫他 然後 對 所以質疑 我覺得要做的是 對 我就想要到第三世界國家 然後他們竟然買不起一些食物 然後我就覺得他們應該可以自足 然後我可以提供的可能就是 技術方面的 就是幫他們種好 然後 就是 請 就是也是請當地人 在那邊跟蹤 就是幫他做好一個 一個 可能是SOP吧 就是 然後他們就可以自己自足 過好自己的生活 那我覺得這是 就是 作為一個人最需要的 就是 基本的生存的 標準 我覺得 每個人都應該 可以有生存的機會 對 但是 就是這個想法 其實也是最近 才 想出來的 所以 其實是很模糊的一個架構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多多 就是 提供一下我的意見 然後 我覺得這條路 確實是可行的 謝謝大家 請問一下 好 因為剛好 最近還有一個新聞是 基因感造的 那個總部 可以 稍微 差一點點 對啊 基因感造 好 孟山都 孟山都 那個 我就直接講孟山都 孟山都這個東西 就是 它是一個總窯公司 其實基本上 就是它會賣種子 然後給農民種的東西 但他們會因為 會用 利用一些 就是 挑選的方式 然後挑出他們的種子 可以只種一代 就是一代 然後下一個世代的話 就是第二次代 它的那個 性狀就會全部變掉 變得 那個作物並沒有那麼好 那麼好吃 或是一些 比較討喜的特徵都會不見 所以說他們可以一直用這個 種苗來抹取暴力 但這其實 是不公平的 因為 種子 所 就是他們 我覺得他們就是賺了 超過他們 所應該得的利益 對 他們過度收費 導致 就是 其實是從家人 身上剝削來 對 大概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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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謝謝德俊的分享 我覺得 吃啊 民以死為天 各種東西都我們非常在意 不管說 呃 你東西我們種的好 有沒有碰到天災 有沒有碰到蟲害 各種的避免 各種的 這是非常我們大家在意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德俊他的學這方面 非常重要 你要繼續往下包含去種種子這樣 請他再給他一次鼓鼓鼓掌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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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